这绝对是国足最高光的时刻 东亚杯冠军 2010年的东亚杯 一直不被看好的中国男足 在新任主帅高宏波的帅领下 踏上了夺冠之路 东亚四强赛上的第一个对手 便是亚洲纪律日本队 首战日本 国足在杨浩罚球点球的情况下 依旧顽强的闷平了东道主 爆出了一个冷门 东亚杯第二战 国足遇上了更为可怕的对手 未免冠军韩国队 从1978年到2010年 从曼谷亚运会到日本东亚杯 在过去的32年里 中国男足对阵韩国 从没取得过一胜 完完全全就是耻辱 然而谁都没想到 这只不被看好的国足 却将这一战载入了中国足球的史册 1-0 21号 于海 开场还不到5分钟 于海便狮子甩头 一举攻破了韩国队的大门 比分领先 国足上下士气冲天 但韩国队到底是未免冠军 欺压了国足30多年的速敌苦阻 丢球之后 韩国队大举进攻 掀起了疯狂的反攻 然而围攻之下 中国队却并没有死守 反而拔出刺刀 展开了硬碰硬的较量 2-0 韩国队再次失守 比云再仰 天长啸 这位号称蜘蛛侠的韩国门神 到底还是老了 30分钟 连下两成 中国男足越战越猛 完全失去了该有的惧怕 好在蜘蛛侠用身体挡了一下 韩国队这才逃过一切 这帮心高气傲的家伙终于知道害怕了 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中国队的表现会这么硬 下半场一边再战 领先两球的中国队 非但没有收缩防守 反而跟韩国打起了对攻 一波比一波猛 邓卓翔 反正坚坐配合 到了近期的角落球 好的 好的 失本 哎呦 我看了 三比 邓卓翔一位三 连过三人 一脚破苍穹 对面冠军的后防线被彻底摧垮了 三比零 中国队连下三成 彻底杀疯了 落后三球 韩国队延闻尽尸 开始了不要命的狂攻 然而 哎 这个小鞋 哎呀 小心 哎呀 好哎 出门线上解围 皮球击中横梁 并没有完全打入门线 中国男族硬生生用命 挡住了这立必尽之球 三比零 于海的投球 高林的挑射 邓卓翔的一尾三破门 国足凌风韩国 用一场大胜 洗刷了32年不胜的耻辱 破了那所谓的孔寒症 在击败了韩国后 国足在大年初一这一天 迎上了东亚杯的最后一个对手 中国香港队 二比零 凭借着曲播的梅开二度 国足收获了又一场胜利 2010年东亚杯 国足两胜一平 以不败战绩夺冠军 登上东亚之巅 东亚杯冠军 这本该是最好的开始 但万万没想到 这座冠品奖杯 却成了国足的巅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